往来新北市领口跟巴黎的105线道拓宽计划里面 出现两个螺旋的高架桥 这个计划传出来后 马上被网友评论为新一代赛道 云霄飞车 甚至有声音认为可能更容易造成车祸 不过这个拓宽方案 还是获得了内政部都省会的审议通过 究竟这种螺旋高架桥 真的不会更危险吗 早期的公路或铁路在建设上 几乎是顺应着地形上上下下 但总是会遇到太过陡峭 没办法一条线跨过去就爬得了的坡道 否则搞不好车子爬到一半 就会跟清代的台湾铁路一样逗退路 又或者是下坡的时候车子煞不住 就要跟台中向上路一样连环车祸 而所谓的坡度是来自于高度除以距离 如果说高度无法改变的话 那就只能选择把距离拉长 才能够减缓坡度 但是距离一旦拉长 也就需要相对应的空间 可是空间却不一定总是那么足够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直接在山坡上重复回转180度 就能够减少对于空间的需求 法夹湾就这么出现了 比方说礁西的跑马古道 在4公里的距离就从海拔90公尺 攀升到540公尺的高度 平均坡度为11% 后来经过公路改线 把路线一口气拉长了3倍 达到12公里的长度 而这个改线过后的路段 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 平均坡度也因此下降成为4.2% 对于大小车辆来说更容易行驶 然而公路因为车辆的转弯半径比较小 可以直接用法夹湾的形式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就爬到惊人的高度 但是铁路受到了本身物理条件的限制 可就没办法这样做了 不过幸好还是有能够达到类似目的的方法被发明出来 那就是阿灵山林铁最知名的知智型折返 藉由火车碰壁的方式 让列车再往上爬到一个接点之后 直接从车尾再往一旁的平行轨道继续往上爬 就像是我们在房子里面爬楼梯一样 只不过火车如果要这样频繁掉头行驶 那一列就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车厢 行驶速度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因此这种知智型的攀升方式 算是不得已之下的办法 以阿里山林铁来说 还出现另外一种更常被采用的方法 也就是独立山的螺旋路线 借由让铁路反复绕着回圈 就能够同样达成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盘升的目的 也不会过度减损列车的行驶速度 而这样的好处后来还被拿来运用在减缓既有路线的坡度 像是在日本连接大阪跟金泽的北路门线上 在敦赫市区一旁就有最大坡度达千分之二十五的单线铁路 不过这个坡度基本上已经是在挑战火车的极限了 所以后来又在这段陡坡的旁边另外开闭一条螺旋的新路线 也跟阿里山林铁的独立山一样 这个新的螺旋铁路一部分顺着地形铺设 还有一部分隐藏在隧道里面 新路线开通之后下坡的列车走在既有的铁轨上 而上坡的列车则改进比较和缓的螺旋路线 另外一个同样在日本可能更有名的例子 这是在连结东京跟新系的上越线铁路上面 在著名的滑雪圣地汤泽丁的南边 上越线铁路同样把上坡方向盖成螺旋线 而下坡方向则是一般的曲线而已 不过在越后山脉的另外一侧却是完全反过来 走螺旋线的是下坡方向 而上坡所走的路线竟然是直线 看到这边你应该会觉得这是个超级违反逻辑的设计 上坡爬的坡度比下坡还要来得陡 难不成当时工程师的脑子是坏掉了 先别急着下结论 从地图上看起来上坡的路线确实比较直接 不过事实上上坡方向的垂直高度 反而还没有下坡来得大 这是因为下坡方向使用的是1931年就开通的旧路线 当时为了缩短隧道的长度 还要把路线不断的往高海拔的地方拉 等到1960年代进行双线化时 由于工程技术已经大幅进步 就直接打了一座13.5公里的新隧道 把上上下下的功夫也都省掉了 所以在这段路线上的土核站 也就因为这样而出现一个方向的月台在地上 另一个方向的月台在隧道里面的奇特景象 车站的站房盖在既有路线 也就是现在作为下坡方向使用的月台旁边 海拔高度为653公尺 而上坡方向在隧道里面的月台 因为铁路的坡度已经被减坏 所以海拔高度只有583公尺 两个月台之间的高度差来到70公尺 更有趣也是让旅客更痛苦的地方在于 站房跟地下月台之间 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设置垫幅梯 要搭车必须要先爬一段338公尺长 一共有462阶的楼梯 建议最好保留10分钟的时间来爬这段楼梯 前面的几个例子都算是依附着地势 盖出螺旋路线 除非打开地图来看 不然也不容易发现火车正在走着回圈 所以世界上只要谈到螺旋状的铁路 最经典的案例应该就是火车行走在拱桥上 跨过下方同一条铁轨的照片 这是名列世界遗产的瑞士布鲁西奥铁路桥 其实当年在盖的时候 也是打算用隧道来克服高度的障碍 但后来发现有其他地形问题 才改成建造露天的拱桥 而这种回圈的设计也不止铁路在用而已 在现代都市的水泥丛林当中 有些大楼的停车场就是运用这种方式来连接不同的楼层 甚至在基隆还有一栋大楼的地下室 改了一层又一层的螺旋 让山下的车辆可以透过这栋大楼像是搭电梯一样 直接垂直爬升到山坡上 至于运用在一般道路上的状况其实也不少 像是在日本东京在改编号C2的首都高中央环状线时 就因为用地问题而要把部分路段踩地下滑设计 出现全世界第二长的公路隧道的山手隧道 同时为了闪避地下铁 往更深处挖的结果就是地道出55公尺的深度 然而在都会区里面不可能18公里的隧道里面都不设置闸道 除了要连接市区道路之外 还必须要设置系统交流道 才能够往来既有的高架高速公路 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之下 连接地上35公尺高架桥 及地下36公尺隧道的大桥系统交流道就这么出现了 这71公尺的高度差 直接以4圈的回圈来克服 官方提供的交流道构造图上面 就直接把整个螺旋的样子给画了出来 不知道是看到的人会觉得密集恐惧症 还是下去驾驶的人会晕到找不到路呢 所以在台湾 我们的道路上面 有没有已经存在的回圈设计呢 其实是有的 在屏东县狮子乡的新路部落旁 一条产业道路上就有着螺旋的高架桥 而且在短短400公尺的距离之后 就出现了第二个螺旋桥 而国道6号的北山交流道 也有着相似的构型 另外一个曾经出现过 但是有生之年可能都看不到的 这是在原先国道6号计划的花莲段 为了在20公里的直线距离 从海拔1200公尺的中央山脉上 直接下降到花东重谷平原 曾经在同门的北边 有过螺旋回圈的规划 但是后来这样的路线遭到更改 变成一个Omega的形状 不过无论当时的路线是怎么设计 国道6号普里到花莲这段 在这个世界应该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目前新北市规划的105线道拓宽计划 那两座螺旋高架桥 可能是短时间内台湾边号公路上面 别无分号的回圈设计 这种形状虽然看起来就像是云霄飞车一样 但算是最节省空间的减缓坡度方式 也就是说设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减少车辆行驶时的负担 只要符合相关的规范 不止不会更危险 还有更大的机会减少车祸的发生 这次跟大家分享了各种为了减缓公路或铁路的坡度 而出现的奇怪设计 你还知道哪些影片里面没有提到的案例吗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 看起来像赛道的公路拓宽改善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